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宅小川 宅小川今天早上发布了一篇个人动态 他身穿国家队球衣扣篮的一张照片 这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 我个人认为表达了宅小川是非常想念国家队 想重回国家队这个愿望 因为之前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国家队 这个月集训的名单中并没有宅小川 并没有一位北京队的球员 宅小川其实他的个人能力 在目前国家队的分线上 因为有周鹏,有张振霖 还有江雨昕的崛起 还有阿卜杜拉木 其实宅小川他的国家队生涯 基本上可以结束了 我个人认为入选杜丰的国家队的希望并不是很大 宅小川之前也主要是靠身体 打球的球员 他的身体特别强壮 防守的态度比较强硬 动作也比较大 但是财小川有一个缺点 就是投篮的命中率不高 无论是中投还是三分球的命中率都不是特别高 所以呢 这会影响他进入中国南篮这个计划 之前呢没有张振霖的话 宅小川可以和周鹏一起出征世界大战 但是呢现在张振霖的一军突起 的的确确改变了目前中国南篮分线的一个颓势 另外阿卜杜拉木也是商誉付出表现非常好 所以呢宅小川这个位置在国家队是人才积极 宅小川如果不能提高他的投篮命中率的话 不能吩咐他的进攻手段的话 那么他日后进入中国南篮的希望就不会特别大 虽然宅小川和郭爱伦是同一届的球员 但是郭爱伦目前的状态保持的非常不错 仍然是国内独一党的后卫 但是宅小川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宅小川想成为国家队 这个信心这个决心是有的 这个念想是有的 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况 他必须要加深加强自己的投篮命中率 如果在新赛季这个数据能够打出来 在得分上能够有所进步的话 那么他才有可能重回中国南篮 否则的话 在小川的中国南篮生涯就基本上就到此为止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仅代表个人的观点 不知道大家和我的观点是否雷同 是否认可我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